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9月19日宣布 将于28日就美国总统拜登家族的商业往来 举行公开听证会 这是众议院发起弹劾调查以来的首长听证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 肯塔基州共和党人詹姆斯科莫称 这次听证会将回顾他和共和党议员 调查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和总统弟弟詹姆斯拜登 商业记录的一些事实 科莫表示预计诉讼程序还将包括法律专家 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就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提供证词 一旦弹劾调查的细节确定 他计划最快在本周发出传票 获取亨特拜登的个人银行记录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发言人称 听证会重点是从宪法的角度考察拜登参与腐败 和滥用公职的法律问题 作为对听证会公告的回应 白宫指责共和党人上演政治噱头 以转移人们对削减开支努力的注意力 白宫发言人萨姆斯表示 听证会的时机暴露了共和党人真正的优先事项 资金削减将导致工人休假并危及军人工资 并称如果两党无法就向联邦各机构提供资金的法案达成协议 美国政府将陷入关门危机 加州议会本周通过修正案 将现行的每年三天有薪并假增加至五天 法案已经送至州长办公室 州长纽森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决定是否签署实施 支持增加病假天数的一方认为 劳工不应面临健康与赚钱之间的两难选择 反对者则认为 许多小店家还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 增加有新病假日期将超出他们的负荷能力 必要产业的劳工在新冠期间受创最深 许多人的收入都不高 被迫在薪税与健康之间二选一 支持法案的加州劳工联盟与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加州峰会认为 薪资与福利必须增加 但加州商会等有力企业团体则认为 增加有新病假天数会导致业者裁员 并拉高物价不利消费 还有可能导致店家歇业 洛杉矶租房者紧急援助计划现已开始接受居民申请 该计划旨在帮助自新冠疫情以来拖欠房租的符合条件的居民 以保护居民免遭驱逐 获得紧急援助需要符合以下资格 必须是洛杉矶居民 从2020年3月至今 家中有一人或多人失业 家庭收入减少 花费巨大或遭遇其他经济困难 从2020年4月1日至今 有任何一个月未向当前房东支付房租 家庭收入达到或低于所属地区收入中位数的80% 截止申请时间为10月2日下午6点 欧盟农业专员沃伊切霍夫斯基 近日就乌克兰向世贸组织提交的针对波兰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禁止进口乌克兰粮食诉讼表示不满 他对基辅解决这种情况的方式感到震惊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李坚科 曾在18日表示 希望乌克兰发起的诉讼举措 以及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的压力 将有助于恢复乌克兰与邻国之间的正常贸易 由于三国单方面禁止进口乌农产品 乌国内出口商已经因停工 额外成本增加和无法履行订单而遭受重大损失 乌克兰认为欧盟三国的行为违反了其国际义务 乌方认为欧盟成员国在贸易领域的单方面行动是不可接受的 所有欧盟成员国因协调并就贸易政策达成一致 欧盟委员会认为 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比诉诸法庭更好 波兰政府回应说 基辅的这种诉讼不会迫使波兰放弃粮食禁运令 而专家称即使基辅赢得诉讼 这些国家也不会允许乌的粮食进入其市场